有精簡就是18分鐘 一般可能要45分鐘以上 好 然後我先關掉 好,有沒有看到我的那個 寶可夢 沒有它 送到它,只能這樣 因為裡面有一個問題 台南有一個地方 它在做寶可夢的那個 這個東西 所以呢 他們有把那個碰面 大家都知道碰面做成寶可夢 我覺得蠻有創意的 那為什麼今天用這個東西 就是說覺得大家就是要讓自己 越來越多保障 越來越多元 然後多元的視野 然後知道怎麼教育我們的學生 那你自己越來越多元的視野的時候 或許你看待學生的方式 不是只有一種 然後呢 那我今天的主題叫做 杜威約龍可單扯行 知道杜威是誰嗎 聽你知道嗎 杜威是做什麼的 以前我們教育有學 就是他是做中學 那龍可是在講一個 集體體力士的齁 那個杜威跟龍可 杜威是身體力士 然後龍可是心理方面 那你們覺得既在身體力士比較多 還是在心理層面比較多 哪個互相影響對方 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譬如說我覺得我是一個身體力士 然後我是透過體驗的活動 才能刺激我的心理去思考去絕唱 所以呢那天我跟朋友討論是 我的度位大概是60 但是我的龍可是40這樣子 所以呢這次的環島型呢 我會覺得有很大的激發齁 然後大家剛剛看完影片 其實我只想說一句話 其實環島真的不容易 不要再跟我說環島很簡單 只要東西準備好你就走了 真的是不簡單 因為全台灣有很多類似 武嶺那種路人齁 都是坡 尤其是我們騎鳥莉那一段 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大陸天其實都騎不下去 但是因為我跟我另外一個夥伴 就是我們這個目標一致 從後到後我們沒有想過要放棄 就是這樣子齁 然後接下來繼續看 然後呢 我先講到我們的文化限制齁 就是很多學生沒有看到 他都有相同的問題 第一個 或許我們有這樣的問題 包括我自己 第一個 我們的文化強調 愛面子 面體薄對不對 容易受傷 然後再第二個是 我們過度重視成就跟地位 對成功的低音狭隘 好像你成績好 你考慮第一次願 才叫做怎麼樣 有成就 可是反而我們對於比較 才藝方面型的小孩子 我們不覺得他是成功 所以各位老師可以去思考一下 什麼是成功 你對自己的看法 再來第三個 完美主義 過度批判跟少讚美 我們都換完美主義對不對 但我們做個作業 我們都會脫炎 不知道各位老師有沒有這種狀況 我覺得我自己也有 對我們就會在這邊拖很久 然後事實上是想做更好 所以拖炎之後就是 就算了吧 對不對 再來第四個 太權威性分階級 排行意識 這在我們那個同學裡頭 也有看到可能 爸爸媽媽比較重視老大 過最小的部分 再來太重義務傳統 而失去自由 覺得女生應該怎麼樣 男生應該怎麼樣 這是我們的文化限制 所以呢 我右邊有 不過收集了那個 最近蠻像 黃茶不是收集嗎 你有在收集嗎 睡不好真的不想說 這些負面的話語 再來有一個太愛比較 我們的文化也很容易比較 對不對 我們今天會比較 誰做的好 誰做的不好 我贏了就代表我做的好 很多學生都有這個狀況 還有我們都會抵常內心的 真正的想法 因為我們怕破壞關係 所以我們都是直接暗示 但是暗示之後 其實對方其實根本聽不懂 他會覺得你在說什麼 或者是他也是會裝不懂這樣子 再第三個 我們也太在乎別人的看法 我們需要肯定 再來對子女的期許 跟要求 還有乖的文化跟放任的文化 為什麼我特別講這個 我覺得堅持 有時候父母的一些堅持 放在你身上 有時候不是你要的 舉例來說 我兩年前分享的 不是講那個挑戰嗎 覺得為恩氣的挑戰 覺得好像應該要怎麼樣 應該要怎麼樣 可是現在兩年後的 我在看這件事情 覺得那時候我太小愛 我被那個限制所綁住了 我現在要學習 我怎麼跟他和平共處 所以呢 各位老師有沒有看到 自己有哪些的狀況 所以呢 我為了輔到我自己 輔到我外來的學生 我努力讓自己有體驗性 所以我是杜威加上龍格 所以呢 我做了很多事情 那為什麼最近這一年 大量的運動呢 一定有我的原因嗎 其實大家都知道 可能我逃避東西真的太大了 但是我也蠻感謝這個逃避東西 因為我會把它當作是我人生 就是都當最後天 最後一天 所以我今年暑假 活的每一天都是非常零零盡致 善用每一天 其實我蠻開心的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逃避動機 我覺得我好像也是過一天算一天 所以呢 我自己期待自己成為怎樣的人 所以你現在做的事情 跟你的期待有關係 好 好 所以呢 我要講為什麼我要運動 嗯 百月 嗯 我從來沒想過我要挑戰百月 然後呢 挑戰百月的時候 是我先生帶我上去的 那時候你對百月三天公尺以上 根本不懂 你也不知道會有高山症 你也不知道事情要運動 你就想想上去 可是那時候呢 你就覺得 應該我也有什麼困難 殊不知 那天到了車站 背了重重的作物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痛苦喔 我跟那個有些人分享就是 我在睡三目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奇奇蜜蜜的聲音 你知道嗎 我把那個什麼 一個頭戴到我這邊 然後一個老鼠劍 清楚在那身上 然後跑跑跑 然後這樣我就嚇死尖叫 你知道嗎 你覺得第一次人生活得那麼老狽 你知道嗎 就是去爬山 那時候那我體驗到 就是回來的時候 我就跟兩立組人 跟龍南講說 我以後絕對不爬山 下次要帶我也不爬山 可是你也不知道 後續為什麼我繼續爬山 其實那後助力蠻強的喔 所以最近不是看一部片 叫做什麼 我出去一下部片 就是說當你那過程當中是很痛苦 但是後來經過一段時間 那個後座力 那個強度是非常強的 你會想要再去試一次 就像今年參加的飢餓三十一樣 當一下有痛苦的七起吹 可是明年我想我還是會參與的對不對 我先答應你了 好這是我的痛苦喔 再來第二個 蟲蟲危機 第一次百月讓我覺得我跟環境 原來是多麼陌生 用錢學舞蹈是 我跟人之間的關心程度 我對環境跟土地 可能我沒那麼多的重視的程度 不是在我的關切的議題裡 可是還有百月加上蟲蟲危機的行思 大家都不知道我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暑假都很少開車 尤其是那個停在樹下 那也只能下大雨的時候 我大概兩周每天開車的時候 這時候我要去加油的時候 那個門打開是什麼 螞蟻整片喔 然後我拿去那個 怎麼樣再洗車 也是洗不掉 然後我的車上全都是螞蟻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紅蟻那時候就 那個紅蟲那時候就是 反應出尾的狀態是 為什麼我對這些蟲 就是我的反應是排斥打死他 撥他 你不要靠近我 反而不是觀察他的動向 去解決這個問題 OK 我其實蠻感謝紅蟲哥 我就反應讓你去洗濯 原來我跟自然界之間 那個距離是多麼大的 有點像是像一般學生嘛 你剛換我我好趴張喔 可是爬山讓我體驗到 就是把自己的欲望加上最近 你沒有任何的欲望跟要求 你該上廁所要上廁所 縱使那個在那山裡頭 那個隨便蹲就是 你就是要上 就是那個 把你的那個在都市的限制 整個打開 然後呢 蟲蟲危機也是 那時候我覺得 對啊為什麼螞蟻 我會害怕 那東西對我什麼而言 而且我會很殘忍 就是把它撥開會打死他 所以我現在只要看到人家 對蟲蟲的反應 我都會去觀察他的行為 欸他跟我是一樣的 所以有這兩件事請了思考 那我開始不一樣的人生齁 我開始自己敢去爬山 因為我以前沒時間齁 所以呢 我去爬山 跟欣寅去爬玉山前鋒 有沒有 對不對 然後欣寅呢 我們上去爬前鋒的時候 他說 宋大我為什麼要答應你啊 對不對 我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答應你 然後一定是晚上 所以那欣寅你有沒有後悔 為什麼沒有後悔 為什麼沒有後悔 後座力很強 後座力太強了 真的 後來呢 我今年就是跟主人 我請教 我跟主人說 主人我要請教 我要去做一件人生的答事 然後讓我這樣說 別人就不敢 讓我請教 一定覺得應該是跟懷孕有關係 對不對 就直接默默的 結果說不知我是去爬了玉山 因為我覺得那是我的夢想 你知道嗎 現在不爬等待何時了 以後懷孕就沒得爬了 我都是這麼告訴我自己的 好 然後直到有一次那個 我就爬山的經驗 讓我很害怕就是 後來今天首先會是跟我先去爬山 所以我覺得在山裡頭 我覺得有很深的就是 我很能講得清楚跟明白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持續這樣做 但是我會覺得 至少在山裡頭 爬山裡頭 會讓我脫掉自己的限制 就是自己也要去學習 不要被一些限制影響 讓我更多的能開闊視野這樣子 好 所以再來就是跑步 每天都跟學生跑 其實我們都很痛苦真的 可是每次看到張信來 就不能任何藉口 所以其實張信來找我 學生來找我 你會有個很大的進步就是 他都這麼堅持了 我能不堅持嗎 很況你的身份對不對 不能say no 可是事實上你又可以say no 對不對 沒念 好 所以張信從學生身上呢 也教會我們很多 讓他堅持的時候 我們要更學習堅持 所以呢 我覺得跑步是互相的 所以我現在要說 其實同才之間 同伴的支持真的很重要 如果沒有同伴 我覺得我們 不會走到現在 然後我舉個例子 就是影響我最多的是 那個今年6度星那一次嘛 就是那時候我跟信仪 跟別人約好在陳大文雅後面 然後呢 因為跟別人約好 你不能遲到 然後你不能拒絕 或放他格子對不對 這次就一個很大的動力 結果呢 信仪上次看到我 他就以為說 那你不會想請假嗎 我們就是因為 對彼此都有一個承諾 所以我們就願意去 跑步這件事情 所以那天很冷 也是那天我們完成了21K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完成的賽事 可是也因為做了這些事情 我們會運用在我們生活上 包括在那個實習生的部分 覺得他們竟然要拿到分數 那他們自己也要一個3K的門檻 所以我也覺得也要寫他們 學習堅持這件事情 好再來騎車 其實剛剛看到齁 我們都有一些夥伴 然後因為夥伴的行程 譬如說我一直都有一個環島夢 我跟蝦影呢 去年我就想說要抱乳行社 去捷安特然後環島 可是那時候天使地利沒有人和嘛 所以就算了 可是今年經歷那麼多事情 我就想說環島 我到底要留下什麼 是抱一個旅行社 然後我去騎 然後還幫我再補給車 還是我自己靠自己的方式 去把它完成 最後我們決定就是靠自己的方式 去完成齁 所以我們就是騎到哪走到哪 就是直接訂飯店 沒有說預設說我要住哪裡 所以這次的過程 讓我們學習說 真的是什麼叫堅持 因為在環島過程當中 其實有三個男生 有一個男生在台中跟我們遇到 他兩個partner 一個受傷 被那個車子擦撞 然後跟他說他回台中了 第二個是什麼 他在那個金輪泡衛拳的時候 他的救急復發 然後他跟他說 我沒辦法跑了 我沒辦法騎了 所以我們在台中 就看一個很古靈靈的騎著 最後他過輸 就是他到宜蘭的時候 他想說太空娘來 所以他就自己坐火車回台中 所以其實他 我看他也是很孤單 所以那時候 我會覺得同伴真的很重要齁 好 所以現在不做下次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都這麼告訴我自己 不過我懷孕之後 到底什麼時候要做 對不對 好 永遠再想齁 其實懷孕 對我來說好像有點可怕 但是環島之後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齁 所以你現在慢慢可以接受了齁 所以 所以下次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最近呢 我也在沉澱齁 因為好像 最近好像沒有什麼要完成了 就是先一直沉澱這樣 好 然後大家呢 剛剛看到我們在下雨天 一直在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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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你那時候有什麼想法 我記得你那時候有什麼想法 就是我們風大 然後又淋著雨的時候 太厲害了 蛤 這個危險 太厲害了 然後有人就說危險 我會覺得危險 然後心中應該也會閃破 那個念頭 我到底在幹嘛 嗯 為什麼要 就是你所講的嘛 在堅持什麼 在堅持什麼 好 那跟大家講一下 以前的我 我會覺得我在幹嘛 現在的我那時候淋了雨 我就會覺得 那就是環島會發生的 那真的是一個存在 那我沒有必要去抗拒他 那以前我只要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會覺得 我幹嘛這個東西放我身上 我只要用負面情緒 就覺得 我要合理化 我要去找這項東西 把我那負面情緒弄掉 可是現在的我比較不會 我會學習跟負面相處 當大約來的時候 不喜歡的時候 我學習跟他共處 因為唯有你跟他共處的時候 你才能夠找到出路 OK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教學人說 你不要這樣想 你不要想像這樣 事實上真的很難 因為包括我也是這樣想 所以我覺得 學習跟負面共處 是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呢 我們去集東西南北點 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東西南北點 就是在極點真的非常難 你看到我們在最南端的時候 爾蘭比你知道嗎 下去都還好 可是上坡的時候非常累 真的很累 然後東部呢 極東點就是那個三雕角 他在最上坡 那時候就覺得跟五里一樣的坡 只是比較短 那時候風大呢又上坡 其實那時候騎得很辛苦 然後西部呢 國勝燈塔嘛 國勝燈塔在哪裡 這邊看整個泡水有沒有 因為他下雨有沒有 所以我們只要 視角上去 OK 然後再來 最北點是下大雨 就是每一個燈塔 我覺得都非常難擠 但是也因為這個目標 我們願意去完成這樣子 好 所以我到底在堅持什麼 慶寅 你覺得我在堅持什麼 好 所以對我的影響是什麼 我昨天在想 對我的影響是什麼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 對我影響的是 我透過體驗 然後發現我自己的心 越來越寬大 可能我不知道在堅持什麼 但是至少在面對 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自己 不會讓自己限制太多 那我可以給選擇什麼 至少我覺得 我看到他視野 越來越多一元 我不會像一開始 我們前面說的 用單一個角度 用成就動機的取向去看他 OK 好 然後再來 從跑步運動 杜威約龍哥去騎車 對堅持的理解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堅持 就是從小到大 譬如說跑步 每天3K 或者我走路上班 我覺得都是從小事情開始做 不是我一下子 就定了大的目標來做 所以慢慢的 我就覺得 那個是我可以學會的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在堅持真的很難 這邊要不斷練習 而且是非常刻意的 要求自己 真的 每天3K 其實你說那3K 為什麼要定3K 如果從小看到寧忍的傳記都是 譬如說 王學鴻 他都是每天跑3K 然後就把這些偉大的人 都每天3K 可以持續 他沒有5K 7K 8K 至少3K是每天的 所以的話我給自己就定定 每次的3K 所以是刻意的 然後最後 我覺得在堅持 你頭我也發現是 堅持有的會說是一種固執 對不對 你贊成嗎 為什麼 為什麼堅持得了固執 所以有人看到我騎著堅持 他在固執什麼 對不對 我理解的堅持是 我會覺得至少 對我來說是有幫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願意去堅持 可是在堅持的同時 我也必須在那過程當中 去放下我的限制 譬如說我現在我覺得一個例子 爬山 我要登高山3000 這麼高 然後隨時都有高山症 可是我透過慢慢走 我跟自己對話 我堅持慢慢走 對我走到了 可是我放下什麼 我對城市的一些限制 我覺得 一定要有廁所地方乾淨 我才上廁所 對不對 OK我一定要 手要擦乾淨 我才會用食物 可是在山上什麼都不是 所以我要放下 所以我覺得在堅持底裡頭 就是你要放下自己的不舒服 不說跑步耐熱訓練 很多怕熱啊 我也怕熱啊 但是在堅持裡頭 我在做對的事情 我會覺得那些我都可以平衡掉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堅持跟固執又不一樣 所以這是我對堅持的理解 最後呢 就是我常喜歡看一些靈性的電影 就是爹根山過不去啊 我出去一下 那時候只剩下勇敢 好 其實對我最大的部片就是 那時候只剩下勇敢 那時候看還不覺得有什麼 只當我爬白骨大山的時候 一個女生讓她凌晨這樣 然後一個睡棧桶那種害怕 我才深刻的恐懼到那種 不知道該怎麼辦 也讓我才覺得 我對大自然真的是畏懼的 假設今天我放在那個荒野裡頭 其實我不知道怎麼生存欸 所以我最近都在看那個 野子cover的頻道 荒野窮生 但是我轉過去我覺得好難喔 到底要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也讓我學習很多 好再來 就是我們做這些事情嘛 不論對跟錯其實我學習到 讓別人在 嗯 曼卡夢想的時候 其實我比較細皮皮 所以你去嘗試 那過程當中 才知道那個多難 真的很難 所以以前我看別人 環島騎車會覺得 那不是很容易嗎 唯有自己去爬過山 騎過車 跑步 才知道那種堅持那種難度 所以我想說就是 跑步爬山跟腳踏車都是 尋去堅定可以學習的 也是透過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你看到自己 越來越健康 所以你變點努力這樣子 OK 好謝謝大家 然後最後呢 這個碰到跟大家分享 好 謝謝大家